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我们再度介绍我们在矽谷湾区 全方位的理财 以及保险的权威 赵世文Simon Chu Simon你好 Simon他在整个的湾区 一共有四家的office 他每个礼拜都是四个office 都要去寻 有的时候寻好几次 这是我知道的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刚才在上段里面 讲到了年金annuity 就是现在非常多的baby boomer 以及更年轻一点的人 都要为自己的退休做打算 越早做打算越好 那么年金到底具备了哪一些feature 才会让它这么吸引人 没错 有很多人很误会这个年金 一讲起年金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 误会 yes it doesn't mean no more 其实很多人不晓得 不去了解 不去自己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个function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 每个人都需要 无论你是有钱没钱 就算是我有很有钱 很有钱的客人来跟我们做 也是特别指定我要年金 他聪明啊 没错我问他 他不要花到自己其他的钱嘛 没错有几个因素 我现在就更正大家 对年金的一个误会 这个annuity里边的功能 第一个很多人说时间太长了 我没这个时间没能等 那我就问一句话说 你不能等的意思是说 你可能会早一点check out 你没需要用到这笔钱吗 还是说你预备这笔钱 in case你不check out的话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叫lifetime income lifetime 终身保证你有一个paycheck 以前我讲过paycheck跟playcheck 对不对 你要paycheck才能够去用playcheck 你钱没有的话 你退休用什么钱 对不对 不能play啦 不能play 对没错 所以这个是guaranteed lifetime income 很重要一个feature 第二年金具备有很多种类 我们通常理财规划呢 一定要安排一个保本增值 我们叫做指数回报 叫做index 特别现在有很多种类的index可选 指数年金 这是参与市场投资 但是又保本 没错了 而且我们是讲 take advantage of the market but not in the market 所以这个很关键 take advantage 如果market会调升的话 指数会反映 反映的话 你的account也会继续增值 有很多不同指数可选 当然大家都听到 S&P500 Dowell Jones Russell Nasdaq EURO 还有加上Barclay 这个是很特别特别的index 我要介绍给大家 Barclay Index Balance Fund 基本上是一个很特殊的 Balancing Balancing Between stocks And bond 有很多理财师 就是为了去帮大家 Manage The portfolio In a balance On a distribution allocation Between stock And bond 这个index 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所以您为什么 不利用这样的指数回报 去增值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 没错 有很多观众朋友 就不知道 有这样的 这么好的东西 还有 很多指数回报呢 是我们叫做 Inverse effect 或者是Volatility control Volatility control 是什么意思说 可以你选择一种类的计算方法 所以如果 Stop market Decline 下跌的话 你还可以保本 某个percent 或者是下跌 Wit in certain range的话 你还可以保本的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功能 你不去学 你不会去了解的话 你就不值得 有这么好的东西 这个第二 第三呢 通常我们提供 这个年金计划 都有这个bonus 你开账的时候 有10个percent送你 红利 15个percent送你 或者是20percent送你 都是送给您的 要解释这个 这个就是 把自己的虚数加大 以后自己拿年金的时候 就是按照 这个虚数越大 拿到的年金就越多 没错 而不是说 做one time withdraw 而是把这个钱 就全部拿走 没错 没错 所以这个bonus credit到您的account里头 有几个不同使用方法 当然第一个 您刚才所讲的 就是领取income的时候 会计算进去 另外一个呢 还是说 如果时间满了 你的annuity mature之后 您可以提走 或者转走 离开 或者换公司的话 这个bonus credit 是跟着您的 也可以取出的 所以有一部分是这样 所以我也教会大家 你为什么没听过 10个percent红利 15个percent红利 或者20percent红利 那有些客人 最近找我们 特殊特殊 特快特快 要撤出这个market 因为他已经亏得不得了 他又说 我说最近蛮不错吧 我说ok啊 我们亏了 因为他跟我们说一句 他是overly aggressive overly aggressive 就算是现在 还是继续在亏 我说这样的话 你真的要做一个cut loss 你cut loss 现在把你离开market 转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可以补偿啊 我们有这个bonus 10个percent补给你 或者15个percent补给你的话 you make up your difference it makes sense 所以如果自己任何一个散户 赤裸裸的把自己 expose在市场中 任何好的市场 都有做失败的人 没错 绝对会有的 我们estimate basically 95%在这个market里面 是亏钱的人 95% 只有5%的人 为什么这5%会赚 第一 他们monopolize这个market 第二 他们control这个market 第三 他们是insider trader 有secret 对不对 这个everybody knows even though even though不合法 不合理或什么 against the law but still 我们知道这些人存在 that's why 他们是控制整个market 对不对 那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 如果你不理智的 去做一些计划的选择 找一个financial coach 好像我们这样的 帮你做一个game plan 设计一下 你应该退休的时候 怎么规划你的planning 这个很关键 很多人说 我年纪买了 或者人寿保险 我买了 long-term care我也买了 那全部都买好了 那基本上 没话可以谈的吧 我说不是 因为你买的东西 配不配合你的需要 第一 第二 你有没有听过 我的game plan 我是另外不同的一个coach 你一直都听同一个coach 好了 大家都讲 也听到这个NBA 常常都换coach 常常都会换coach 就算是他赢 他输 也有可能这个合约满 要换一个coach 那我问大家 你的理财师 也是不是一样 跟着你20年不变 10年不变 那你是不是也该时候 要调整一下 change a coach 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 我们要深思 不同coach 是有不同的personality 不同的strategy 第二是不同strategy 第三 有不同的culture 这个很关键 不同culture就是好像 这是理念 还有我的团队 对不对 很多人担心说 我找个 是不是不要找个 这么大年纪的人士 去做一个投资 或者做一个理财规划 没错 没有age discrimination的意思 对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说 有些年纪轻的 大家都知道 不够经验 年纪大的话 depends 他有没有一个 business succession plan 因为我知道 在这个保险理财行业里边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士 没有一个永久的business plan 所以如果他这个人退休的话 你的account就不知道到哪里去 我不愿意做保险的孤儿 没错 这个很关键 我提醒大家 所以为什么理财 一定要及早安排 而且一定要有一个game plan 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 有一些case 所以这些case来讲的话 没错了 年纪越轻 来开始计划是越好 因为我们可以利用时间 跟这个market 可以回报 累积上去 take into effect 所以我现在有一些case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40来岁做 50来岁做 或者60来岁做 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您 及月轻来规划的话 就马上跟我们联络 不要耽误时间 好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数字 所以如果40来岁的话 基本上 我现在的例子都是 大约不同的年纪 40多 50多 60多 每个人都是放10万块进去 然后利用我们这些 红利的回报 基本上有10%的红利 加上不同的利率 因为有时间 不同的planning 我们做成这个coach financial coach来讲的话 我会帮你设计 不同的plan match你的requirement 说几个例子 有一位40岁的人士来讲的话 他放10万进去 他有10%的bonus 加上他选了一个 5.25的利息 guarantee for life 所以他70岁退休的时候 他总金额 有54万8千多 然后他要领取这个中生收入 每年可以领3万块的收入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如果他活到100岁的话 总共可以领到90多万 好 这个是40来岁的 那如果45岁的人士来讲的话 他计划早一点退休 65岁退休的话 同样放10万进去 同样拿10%的红利 每年固定6.25 乘20年 总金额可以得到36万9 每年的收入有18000多 如果拿到100岁的话 总共拿到64万7 这个是45岁的人士 65岁退休 还有一位是55岁的人士 他也是想65岁退休 能做到吗 也许可能 他也是放10万块进来 lifetime income 10%的红利 加上6.75每年固定 但是他要10年之内退休 所以只能够最长拿到10年 总金额21万 每年领取收入是1万块 如果他活到100岁的话 总领36万9 所以你看区别在哪里 如果40来岁早规划的话 那个数字就更可观了 所以就像是一个雪球 在一个很陡的山坡上 越陡的话 早一点滚下来 这个雪球就很大 越滚越大 但是如果说年纪 已经快要接近退休 如果 Ladies better than never 你不做的话 就是更束手无策 我们今天的时间 已经超时了 那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话题 Simon 能不能下一次节目 再告诉我们 一定可以 关于long term care 还有其他的像 像受险这方面 对我们现在的人 都太有帮助了 因为他的功能 都不是单一的 非常感谢 Simon 赵世文 现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 再次祝贺 我们的勇士队 提开得胜 在以财的方面 我们是Go Simon Go Simon Go Simon Go World 观众朋友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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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